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晚上 又来收到桑普频道 也希望在海外的支持者 亦都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时区 在这个时间亦都收看桑普频道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页捐款 另外 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不如今天讲讲中国新闻 明天我们讲讲一些香港的东西 希望花多些时间 和大家做些节目 我明天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因为明天就是 今天和明天都是台湾的假期 外面的节目会比较少一些 可以和大家做多些节目 今天都不行 因为今天有一个论坛在外面要去做 一起去听很多人的说法 希望在台湾的 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都能够人同刺心 心同此理 大家一起去研究 关于23条立法之后的情况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些 广传这些信息给全世界听 一 香港人生不死 日常生活抵抗 依然持续 第二 所以我们团结一次 希望全世界和我们站在一起 尤其是自由世界国家 一起对抗中共政权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继续有志一同 继续去奋斗 中国新闻 当然来回到习近平 这一节我们讲一讲 现在最新发展的一些状况 很多人就说 不要说那么多权斗 yes 不要说那么多权斗 但我们都要基于客观的事实 去讲一些我们看到的情况 简单来说 习近平下面是4加4的局面 4个没有军权的人 加4个有某程度上 和军队有关系的人 4加4 就是现在习近平在用的主力 这些主力是客观事实 我不是说听什么小道消息 哪个北京领导人 在哪个会里说 是4加4 是基于我对客观事物的分析 而这个分析最后会结出什么结论呢 就是习近平现在采取一种 与毛泽东有些不同的方式去做 记得毛泽东过世之前 尤其文革到中后期 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迪娜的老公 即是罗先生 都已经说过了 即是他都说过 其实毛泽东陷入一个相当难的困局 就是什么呢 一帮是一帮没有枪干子 只有不干子的一些四人帮 掌管整个党国后线 即是说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鸿文 这帮人 另外呢 就是军队 中期的时候 早期、中期依赖什么呢 林彪 1970年 林彪就是折戟、沉沙、爱蒙古 然后呢 整堆林彪系统的人被整治 起用什么人呢 很多其他人 热剑英等等的人 至少有一帮有军权的老将 这两帮人是不对的 那毛泽东自己的position 就是说呢 两帮人不对 而两帮人有自己一帮的集团在后面 那毛泽东做中间的磨心 做平衡两者 玩摇摇摆 玩摇摆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颠颇不定的东西 是不是 周恩良的角色要放在哪个地方呢 是不是 送出去为其中一方呢 邓小平有角色 反击右倾翻暗风 就是被四人帮打 其实就是说呢 毛泽东挨向 这个 低军权的这边 四人帮那边 斗邓小平 但也不想将他斗死 一旦斗死呢 另外一边军头的人呢 他叶剑那边会造反 所以他是很微妙的 在玩一个很恐怖的平衡 毛泽东在1976年 瓜老陈 跟着呢 这个坐他庄的人 就叫做华国锋 就不懂玩这个呢 平衡版 结果呢 怀仁堂事变 活足四人帮 结果 被另外那班人 劈回过头 叶剑英 先劈他 劈完之后呢 邓小平呢 才是最后 藏镜者 劈回叶剑英 基本上这个过程 大家知道 这个稍微懂得当时的历史 大家知道 这个情况 大概是这样 细节就 很多时候再看一些历史的东西 文献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应该不重要 不愿意 好了 这个框架 习近平是很害怕重度覆车的 那他怎么搞呢 你做一人之客 即我是一人 一人是皇上 整班群臣在那里 那你怎么使得 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自己极极有利呢 而不会挥入到自己呢 其实没有一个万全之计 人生的东西 就是多么 鬼骨云涌 颠颇不定 随时会变的 善恶 或者是 好坏 难以一锤定音的 去到最后 习近平都怕 这班人会和他造反 那他想搞些什么呢 他想搞的就是说 民的这班 即是没有军权的这班 就是互相勾心斗角 互相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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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结成一个帮 没有的这班 互相勾心斗角 不会结成一个帮 他觉得这样 是最下好先手棋 做好前期工作的 最欲准备的关键 毛泽东最后的难处就是 四人变成一个帮 接着另外 军队某前度上结成一个帮 大家和他 两个互相撼 其实个个想欠我的位 毛泽东觉得很惨惨 习近平不想重蹈覆车 于是 他摆所有的棋局 都是按照我现在的思路摆 文的四个 武的四个 那这四个人之间 会互相勾心斗角 我请美美道来究竟发生什么事 首先 这个不是属于四个人之一 叫李强 他是一个快女 为什么呢 五个迹象 这个英国经济学人都说 分分钟李强或者2027年 二十一大的时候 就会换届的时候 卸任的了 OK 现在2024年 还有三年时间 李强已经变成废主 证据 他跡象有五个 起码的 一取消 这个两会之后的 中外总理记者会 这个是极度不尋常 打破了 至李强 朱镕基 温家宝 到李克强以来的惯例 第二 在刚刚开完的 中共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后 他没有见到商界代表 反而找杂猪头去见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不尋常 他不见 礼拜日不见 走了一半的一些商界代表 美国商界代表 等到3月27日 礼拜三 上个礼拜三 习近平亲自见 李强根本不在席 是不是 那当然 我和杰斯 明天的节目都会讲到 基本上是 那些美国企业 是更加没有信心 那待会我们会再讲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明天再讲这个问题 第三 海南博鳌论坛 主题演讲 他的主旨演讲 没有他份 找谁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都是没权的 找赵乐际讲都不给你说 第四 建外国人少 建外国公司少 出境的次数极少 就算有 都是搭包机 不是搭专机 和以前总理的规格完全不同 第五 要见很多不同的 例如说出席那些所谓国庆 一些公开的活动 新年的酒会 民主生活会 团拜会 等等 以前都是他一个人 出来见面 不会侵埋那些所谓副总理 国务委员一齐见 一齐和大家握手 好像他自己和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平起平坐 那样 是极少的 五个迹象 至少显示 李强根本上是nobody 所以有些海外的 有些评论人 在美国之音 不停说 三头马车 说他和蔡奇 和这个不知什么 三头马车 其实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李强是nobody OK 真正的四人帮 文人四人帮 或者管官员的不管军队的四人帮 是四个人 第一个就是丁薛祥 这个排名不分先后 我会告诉你 谁最先后 丁薛祥 因为根据英国的经济学人指出 丁薛祥分分钟 内定 就是他现在排名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第六名 会取代李强 现在排名第二 但是可能在2027年 即21大的时候 取代李强成为国务院总理 这个传言是否真 我是半信半疑 但起码他历练 得到习近平的垂青 为什么 李强就是浙江帮 支江新军 在浙江时候 和习近平相处过 丁薛祥是上海帮 不是江泽民 是当时2007年 他做过市委常委和秘书长 这个市是上海市 一直以来说 江苏的南通人 就在上海市 由99年开始到06年 一直辅助韩正 2007年 就是当上海市委的常委和秘书长 他也是余正星 后来就是习近平的大管家 这个大管家是相当重要 去到2012年5月 升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13年就做中版副主任 兼中共总书记办公室的书记 另外也是成为了 习近平首席秘书和幕僚长 这位丁薛祥等于 南书房行走 称之为重要的魏忠賢的角色 2017年丁薛祥成为了中版主任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 他当时也主管过香港事务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去到2022年20大的时候 当然他不是做这个角色 做了国务院副总理 基本上习近平把他摆落下一格 即不是将他封蒙不露的做法 他认识过的人 丁薛祥也都愿意不抢他风头 金造奴才 这个就是他要用的人 很多人猜他 但我想四人帮里面 他是排最生气的一个 OK 跟着来说第三名 何立峰 何立峰表面上是李强的手下 李强是国务院总理 何立峰是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是国务院副总理 是国务院副市长时代的时候 他主管厦门市的财政局 副局长、局长都做过 根本上就是习近平的 他叫做敏江新军、福建邦 就是何立峰 何立峰呢 现在相当大 他可以拿有个咸头 完全大得过李强的 可以说不只是 就是他未攻高震主 震到习近平 但是他比他的老势 多很多头涵 例如 原先这些李强有个头涵 谁知道被何立峰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主任啊 不是副主任啊 还有一个 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就是主管所有 銀保监局啊 金融监督管理的问题啊 市场监督啊 法改委 这些全部干部的任命 就是这个工委书记处理 这些东西原先管经济 不是应该国务院总理处理 没有全部归这个副总理何立峰 就是习近平大举用福建帮 没有用到暂时没有用上海帮 而基本上呢 对于这个浙江帮的头目 李强呢 基本上是 投限自杀 而何立峰 也开始予逆占锋 输入自己的帮牌 他的其中一位重要的亲信 就是主管银保监 就是银行保险监督的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做党委书记的李云澤 另一个是他大学同学 叫刘坤 坤是坤明的坤 就是以前的财长 财政部长 后来刘坤有自己的班底 就是南佛安 就是2023年9年升任 做财政部长的 第三个就是罗文 就是唱歌的罗文 同音同志 但不是同一个人 他是何立峰 做法革委年代的 重要的手下 现在罗文成为了 国家市场监督总官 管理总局的 一把手 接着何立峰在厦门的手下 叫做郑习杰 郑习杰 他现在成为了 法革委主任 前几段一个冲塌事件 一个他以前的疑似情苦 想冲上去法革委的记者会 因为没有总理记者会 但法革委的记者会很怪 法革委记者会冲上去 被人拦住 就是一个冲塌事件 对着郑习杰的事件 这是很多的情人 莫名其妙 看到何立峰 下面有李云泽、刘坤、南佛安、罗文、郑习杰 这些全部他的人马 换言之 团团伙伙、拉邦杰 牌已经开始了 你习近平勇的人 就没问题了 你自己交过团伯 但他要确保 你丁舌场 何立峰之间 有余量情结 这个是重要的 或者不将他们的斗争表面化 但心里面都是一个迷 好了 文人里面 有很重要的高山 有高峰 这些高峰 我现在排他第二名 第二名 很多人排他第一名 YES 我都排他第一名 但我有个更厉害的第一名 就是在后面 第二名的就是蔡奇 蔡奇 称之为互联网沙皇 未做这个港新的职位之前 他现在现任是什么呢 说的情况相当重要 因为蔡奇基是福建帮 也都是浙江帮 无论福建和浙江都和习近平共事过 他说的入脑入心入魂 基本上很重要 什么清理低端人口 2017年做北京市委书记 要做这个清理低端人口 要什么 刺刀建虹 接着疫情的时候 东奥的时候 也扮成功 习近平说 要将中国建成网络强国 黄罗抢国 抢是否就是一部墙 墙就不知道了 他说强国 没有网络安全 没有国家安全 要做好网络宣传 网上舆论引渡 这个就是蔡奇搞的 所以表面上 就找李书女主管这个中宣部长 后面插座的人 就是这个蔡奇 因为现在蔡奇加了个职位 接管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本来是一个叫做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的组长 是2014年时责任创立的 后来慢慢扩大 由一个小组变成一个委员会 跟着你看到就是 他就是做这个重要委员会的一个职位 而蔡奇除了这个重要职位之外 都是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 中版主任就接了丁舌祥在2017年 一直到2022年那个位 就是中版主任就是把屎把尿 所有的行程规划 出访安排全部是蔡奇操办的 那是他的根屁虫 共公 首席太大监 傲拜 这个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和中版主任 和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主席的习近平 副主席就是他了 所以蔡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 中共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小组的组长 所有报送给中央 尤其是习近平审批的就节 先要报给蔡奇去批准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你看到 他就会不会报 以前2019年 中国网络沙皇佬委判十四年的后陈 当时会受贵三千二百万 何止三千二百万 简单来说 这件事不得而知 但肯定蔡奇 现在就叫做如坐针战 好像以前普京旁边的普利格津一样 最后你多厉害都好 你反就打来 会不会是潜藏在史太林身边的黑鲁说夫 也不得而知 所以这一件事非常得人的 蔡奇擦鞋 李鸿忠也擦鞋 李鸿忠现在做天津市委书记 李鸿忠说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心得习近平喜欢 但是擦得太厉害 怒屈 有时候做事也都不能够得到圣上的开心 接着他做很多事情 发觉很多个弊案 反而蔡奇呢 就是平平无期 擦得来刚刚好 不会多不会少 所以变成了 史太林身边的贝尼亚 成为了习近平身边的一个 这个是奥拜 魏忠賢 所以他这个是重要的角色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高山养子 很重要的 习近平身边的大总管 深得这个习近平坚实信任 习近平亲自负责军事外交安全 其他全部是蔡奇负责 有人说呢 有两个核心 一个叫习核心 一个叫蔡核心 一个叫蔡核心 他觉得蔡奇 就是最实信任的一个 非军权掌握的助手 有些人说他是放权 即是delegation 给这个蔡奇 其实不然 都是习近平 亲自指挥 亲自决策的 OK 这个我想很多外媒 是引述有些错误的 那和中共全国的党委 和政府的秘书长会议 就是和党政合一 所有的秘书长都是蔡奇管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 新的一种做法 好了 第四位是什么呢 第一位 第四位就是丁士祥 第三位就是何立峰 第二位就是蔡奇 第一位是谁 大家猜到了 哈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呢 就是现代江青 彭丽媛 我不是讲笑 真是彭丽媛 当你铜锣湾书店的时候 写 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 哈 很开心 搞得出这些文章的时候呢 就是 掠了共产党钱 之后又不做事 跟着共产党清理门户 孙力军就做这个功夫 孙力军就要打倒这个东西 好了 后来孙力军被拘捕了 你猜你会平反这个 铜锣湾书店事件 当然不会了 是不是 因为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喂 彭丽媛染染上升 对不对 你究竟 你知彭丽媛是多么厉害呢 最近有一些新的情况 他开始逐步逐步 由文的方面逐步蠶食 以前呢 毛泽东搞这个文革之前呢 就搞这个中央文革小组 在上海搞 撥开来自己搞一套新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 彭丽媛你看最近是什么 他说他被现在的文革主席 和这个作协主席 铁刑 铁刘 是年轻五岁 他可能呢 很快在2026年 2026就是两年之后呢 接任文革主席 和呢 就是作协主席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这个 作协主席已经 揭刑了17年 2006年 做了23年 那彭丽媛不揭迷 不要紧 文革最大 那基本上文革最大 就等于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急先锋 你看文革主席重要 这种接任是重要的 最近3月24日 彭丽媛就在河南长沙调言 哇 一中那里的高官 纷纷呢 就向他牵媚 因为彭 现在就是中国戏剧研究会 副主席 你不要问我研究些什么戏剧 中国戏剧研究会副主席 文革副主席 和中国音乐学院 客座教授 他纷纷纷纷两年之后呢 升任文革主席 符合习近平的部署 接着下来 27年的时候呢 有人预测 21大进入政治局 可能性多高 暂时他未成为中央委员 但是只要改党的规则 要改就改 亦得得了 另外2028年3月 分分钟他会做些什么呢 下届的人大副委员长 甚至是委员长的职位 接替铁营成为重要的职位 是兼任全国库联的副女联会 全国库联的主席 甚至没有可能兼任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这件事是重要的 即是说呢 是看到这个彭丽媛的重要性 尤其你看到各个人 地方的各个党委 在彭丽媛最近3月24日 去湖南长沙调研的时候 多么欠恩勤 多么服侍周到 这些事是不会对蔡奇那样 不会对何立峰那样 更加不会对李强丁士忠那样 唯独是对彭丽媛那样 所以真真正正 四人帮核心 都要有主席夫人 是不是 都要有个新江青 所以彭丽媛会做这个重要角色 那么你说 扎明扎 那算不算了 这个就是下一批了 OK 即是他就是无岸英的角色 无岸清的角色 那究竟这件事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 染染上升 用金与证的模式 去处理问题呢 大家拭目以待 但这个问题是四个 没有的又怎样呢 简单讲 公安部长王小雄 OK 和这个解放军里面的 这个中共中央军委 和国家军委的委员 妙华 他是海军上将 也都是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那这个虽然最近就不是这么出声 而他推荐的国防部长董军呢 也都最近不是升任到国务委员 或者做这个 入到军委做任何的职位 但 他们这个地方是流中不发而已 OK 这班人 王小雄 苗华 基本上是福建坡 OK 这两个是杀力派来的 王小雄 全国的警察公安是他指挥的 王小雄说明明以上 碰不到武警 因为武警 是包括苗华在内的一些军委处理 是习近平直接指挥的 因为武警的隶属于这个解放军 OK 另外除了王小雄和苗华之外 两个人 两个都现任的军委副主席 一名何卫东 福建坡 另一个叫张有合 就是前朝为臣 张有合曾经做过很多的 比如说总装部 即是以前解放军委 军改之前 就专门采购的 大把游泳的 这个人就在做这件事 最近 有件QK的事 上个月 3月5日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发表了一个声明 打击虚假作战能力 说完之后 立刻鎖了全网山文 不让他们说话 何卫东是否失势呢 不是 那为何会这样做呢 分分钟就是 张有合向习近平 打何卫东的小报告 这个比较有可能 因为两个人是不对的 张有合基本上 就是以前 尤其胡锦涛时代 重要的一个人员 历经江湖、习 都基本上是不倒涌 很少这样的情况 而看到张有合 现在有这样的斗法 那习近平可能 现在还部署跟另一个企 就是他要使得这班人 不止有基本的关系 都要使得 你们把福建帮 不要坐大 所以他要削一削 福建帮的锐气 所以他才拉着张有合 将这个何卫东 写的打击虚假作战能力 就是唱衰共产党 解放军 将它打下来 他希望用拉一派打一派 煽动这个武将四人帮里面的内乱 多说武将四人帮 何萧雄、妙华、何卫东、张有合 而何卫东、张有合 对福建帮 他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呢? 最近升了一二零一二年开始 升了七十七个上将 而最近升了两个 3月28日 中央军委上升上将军陷 而是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习近平呢 向着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 将他由海军中将变成上将 另外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 由陆军中将变成上将 原地直线上升 这个上升是非常少见的 王仁华并不是福建帮 由海军中将变成上将 现在和苗华平起平坐 苗华你管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王仁华管的政法委的书记 你就用人 政法委就打人 剁人 两个一定会有重叠 或者矛盾的地方 拉王仁华来制行苗华 以华制华 拉王仁华 王仁华 来制行苗华 肖天亮 是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陆军上将升到这么高 肖天亮是制行 另外一个委员是刘震立 刘震立是陆军上将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公高镇主 制行苗 下面有很多勾心斗角 希望这样做 这个就是杂猪头玩的棋 你问我 他玩的做法是 智商极低的一些 家家酒煮饭仔入器 我觉得整盘戏里面 哪个最后会独当一面挑出来 现在猜不到 布里芝列夫 或者安德罗波夫 小小的时候 哪个会猜到 喂 是这个 哥布里芝列夫 他会掩掩上升 没人知道 现在就这样了 乱了大龙 都不知哪个接班 但是接班人 应该是这四加四里面 看到苗头 再说一次 丁舍祥 何立峰 蔡奇 彭丽媛 王小洪 妙话 何伟东 张悠合 排名不分先后 但你会发觉到 如果习近平要做一个 所谓世袭 由党天下走到家天下 回归无式血统论 不搞选举 现在打倒那些什么鬼 周博令徐 孙政才 胡春华 陈敏尔 全部掃地出门 好了 剩下的人是什么呢 你猜一猜 OK 结果是很悲惨的 四加四是剩下的人 那谁会跑出呢 你问我呢 就是说呢 在现有的格局里面呢 就是 蔡奇 彭丽媛 苗 苗 何伟东 会看高一线 OK 尤其是蔡奇 是一个呢 管人 但是她的问题 她如果勾结到军队一些人呢 串通了呢 通了这两个大帮派的话呢 她分出很大权力 彭丽媛 她好像蒋介石旁边的这个宋美玲 好像有权实际没有权 或者说她真的好像金正恩的这个女女一样 金与静下 或者她老婆一样 那她感染上升呢 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说彭丽媛她的角色 大家要刷梁眼睛看看 习近平整盘棋 我觉得她在部署着世袭的 你问我 这个独裁者 尤其这个豬头 读书少 智人不识多一只 搞这个习近平处作选读 中英文都可以不对的 那么 每一中英文自己本身内部都不对 两种语文版本都不对 这个情况 你想想 会有什么的效果 我会比较悲观一点 那么 所以 对未来她死亡之后呢 共产党一定呢 有一个争权夺利 前所未有的争权夺利状况出现 因为在你的system里面 突然之间暴斃 驾崩的话呢 哪个接任啊 哪个接任 你先说一下 刚刚讲这些哪个接任啊 而且 在现在的体制之下 有没有接班机制的 黑帮里面有接班机制 你有没有看黑社会 他以和为贵 黑社会二的 看一看两套 即是电影 你知道 哪个接班机制 不是哪个拿到那个 那个图木棍 而是哪个有实力 那现在就是 习近平很害怕这班人 哪个可以塞他生前 或者他死后 生前 堆垠他 死后 抹黑他 这个就是他最害怕的东西 那现在 那现在 看下去呢 蔡奇 彭丽媛 何伟都描述 看高一线 那你说 他说 未来会有什么的发展下去呢 呢 习近平会 打一下 打一下他 那样 但是 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是不是 斗争 会在习主席 看不见的情况去出现的 拉帮结派 人之常情 所以就说 共产党难逃 滅亡的命运 不过你不要说 哎 明天就会亡的 不会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就说 很多东西 你要从一个历史高度 或者更加大的 深空和架构 有更全面的 历史 地理 人性的认识 可以对共产党 不要 心浮气躁 不要以为 哎 一定要明天就要光复的了 光复不了了 我了结生命 看不到算数了 千万不要说完 这些灰气话 人生不是这样去看的 漫长去看 温泉信望爱真善美 好行好每一条路 这个星期 每一次节目 希望传递给大家信息 OK 希望兔子的充为 和他的能力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 好 下一节 明天再说其他议题 就好了 好